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y 现在我在云南的大理 今天这期视频主要还是去修车 而且看到我昨天的视频了 我去做了一个汽车的安全检测 结果发现我车底盘渗 但是渗油不是很严重 比较郁闷的问题就是可能 就是车的凉有点裂吧 这个是个大问题 大家看看昨天那个视频也看得到了 就是有点断裂开了 所以他必须得要去找个电焊厂去焊接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 我们在广西玉林出发的时候 其实检查过有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也没有太过在意吧 只要说你开车开不开那么快 路面比较平整 基本上问题不大 但如果说像我现在我要去走一些 云南的山路啊 贵州啊 四川的山路啊 万一路况不好 然后像现在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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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再跌两下 跌得用力一点 那就可能会有问题 之前不在意是因为我跟姐姐一起 两个人相互有照应 但如果说这一次不去关注这个问题 有一个人的话 也怕到时候出点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一趟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其他再说 准备到地方了 不知道是哪家呀 怎么那么多车呀 这边算是一个修车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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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算是一个大厂了 不过比较郁闷的就是 这个厂只有一个焊接的大师傅 就是说像我这个车子的问题 他就要求必须要大师傅来看 然后才能焊接 他们其他人是不能处理 朋友们突然有点开心 刚刚工作人员跟我说 那个大师傅可以回得来 那我先把车开到里面去 先开这吧 这个天气冷了 喝点热水真的是很幸福 在这继续再等等 真的我这两天 可能给我冻的有点感冒 还是很厉害 今天就有点鼻塞 一直鼻塞 然后喉咙也特别干 喝很多水 感觉还是很干的 我不喜欢下雨天 真的我很不喜欢下雨天 又湿又冷 感受 其实有点弱弱的担心 隐隐的担心 就是如果说我去西藏的话 万一遇上了冰天雪地 这有点BBQ 大家懂的 我的车子呢 四个轮胎 我觉得也算过得去 但是如果说又 它又不是雪地胎 万一我遇到了下雪天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 其实有一点担心吧 因为前段时间 在楚雄认识的一对柳州夫妻 他们就是开着轿车去西藏 现在 就是前天还是昨天来着 就已经去到摩托 阳雾湖那边了 结果他们就遇上下雪 那我就在想 那我的车怎么办呢 万一去到那边 防冻液我已经加了 所以说那个应该不会有 那个防冻液结冰的问题 但是呢 车子有点冷啊 就我睡车里的 我现在在大里 晚上睡在车里 我都感觉冷 然后我今天是在想 要不要再埋一 埋一床棉被 不然真的会冷戏 但是我怕冷 但我都怕热 多热的地方我都不怕 但太冷的地方我就 稍微冷一点我都受不了 刚刚等了20分钟 然后这个汉街的师傅 终于回来了 他现在正要把我开车 开到这个起降机这里 要把我车子顶起来看 对的就是在那边的一个方向 就下这边吧 是这个吗 这个 霸雅 嗯 这怎么办呀 直接焊了 能焊得了吧 没焊 但是不一定老了 因为 你以前那个车出过事故 我知道应该是 出过事故以后 时间长得又断裂 嗯 那至少焊的话 比不焊好 对不对 焊了那么就 至少 软一点 好 那焊的话一般是多少钱 像这东西 他不是跟你说吗 百十块钱了 是 那今天能焊好吧 马上就好 谢谢 太谢谢你了 我以为我今天搞不定的事情 明天又得搭一天 太好了朋友们 这个百十块钱 然后可以焊好 这个焊总比不焊好 对不对 所以今天能搞定的事情 我真的是心里面放心多了 明天就可以安排新的事情 这根是什么 大车吗 啊 这根线是管刹车的 对对对 小刹的 哦小刹 小刹的一根线 看师傅一过来 就手脚麻利的过来了 然后进行的也很快 本来是大师傅 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 师傅怎么不带那个墨镜 他好像没有做墨镜 一般这样做焊接的话 都会带个墨镜 保护眼睛 一下给我 看现在师傅好像要切那么一块铁给我 是要用一块铁连接是吧 夹固 哦夹固 嗯 看师傅手脚特别麻利 我感觉很快就可以解决 太迅速了 师傅已经焊接好了 嗯 然后刚才喷的是什么 油漆吗 油漆吗 朋友们终于焊接好了 我感觉被我的小猩猩又增添了 一点安全性 其他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 今天天气啊我的天啊 要命 付钱了一百块钱 然后现在就可以回去 回旅馆 好了朋友们终于把这个车子焊接的问题解决了 我感觉啊今天完成了一件大事情 虽然出来没多久吧 但我感觉可以了非常非常好 然后呢嗯我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今天还是下雨 今天还是下雨 而且现在雨又变大了 到处的湿答答的 通常呢天气不好 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会想着说要睡车里面的 大家懂吧 就是说二手车嘛 在车里面会有一些气体 可能会有害气体啊或者怎样 下雨天的时候更加明显 然后再加上雨天湿气重 就这样子 好了好了继续出发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